喜欢吃什么菜 辣 你呢 肉 什么口味的肉 都行 只要是肉就行 所以你们俩要是 点一道肉菜的话 应该没啥分歧 因为只要满足你辣的口味 只要满足你是肉就行 对吧 所以我要说的特别简单 就是面对婚姻和爱情 没有标准公式 回到肉和腊肉这件事来说 你的婚姻要的是 有滋有味的 至少是腊肉 你只要一块肉 这就是我们现在 面临的很多 从爱情到婚姻当中的冲突 两个人要的不一样 所以就有分歧 所以女生 我想给你一个词 你琢磨琢磨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需要有信念 你要相信生活里是有爱情的 你要相信爱情和婚姻这件事 并不冲突 你要相信 未来的日子一定是美好的 你要有信念 对生活要有信念 男生力量 就是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 应该拥有一种 什么样的力量 他叫男人 我自己理解叫放心吧 让你周边的人能放心 你可以独立地生活 所以并不再是不是玩游戏 或者干嘛了 而是在于你没有给女生 一个足够的力量感 让她觉得你可以 问题我觉得就在这儿 好吧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个小 其实我也不是急着便逼你结婚 因为我在这个生活中 我也感觉到我很没有安全感 现在我只是要你表一个态 我想要知道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而不跟我结婚 其实我不结婚并不代表我不爱你 我知道我自己真的很爱你 但是如果真的要结婚的话 我觉得我还需要时间 我希望你可以等我 然后可以理解我 你说的那些我都会改 然后从今天起 我每天都运动 每天都少吃 只要你嫁给我 他不是要一瘦子 他要的是一个 他觉得他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在你们这里面 有几个词 你们自己看是等号还是不等号 在女生的字典里 爱情不等于婚姻 男生是爱情就等于婚姻 两个人都想有一个特别好的未来 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从自身做起 总是说 如果你往前迈一步 生活就美了 但是真的想让生活美 迈第一步的应该是自己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我愿意相信女生是爱男生 我也愿意相信男生是爱女生的 我愿意相信他们今天说的一切的话 都是发自内心的 如果基于此 我希望他们愿意为这段情感 再做出一些努力 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推着这段感情 试着往前再去走一步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下载金鱼U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金鱼APP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来吧 看看这两位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许周润之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立明先生 来 有请 好 好 相处是过程 相爱是关键 祝二位呢 永远相爱 携手共怒美丽山 谢谢 好 说得特别有哲理 好好相处 好吗 好 谢谢许总 来 请回 请回 来吧 两位 我们来一起见证 你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